在这里面对日本队 很多人让我来预测比赛的结果 我用ChairGPD来预测 几次都是0比3或者0比4 但是我不服 我认为这场比赛 我们是有机会至少0比0的 只要我们搞队战术 死守是有机会的 就算输 那也顶多咱们输一个好不好 加油中国队 9月6号 为中国球迷添堵了一辈子的中国篮竹 不负众望 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 又一次打中了体育评论员的脸 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 以0比7惨败给了老对手日本 这场比赛也创造了国足的多项记录 对日本的最大比分失利 四域赛单场最多丢球 四域赛最大比分失利 此前国足最大的比分差 来自2012年和巴西队的友谊赛 当时是输了一个0比8 但是那个毕竟是结果不太重要的友谊赛 这回的0比7可是世界杯预选赛 这场惨败也不出所料引发了网友们段子比赛 有网友说 上次7比0还是1800年前诸葛亮打梦霍 90分钟踢完都不知道日本门将长什么样 还有人说还不如弃拳也才0比3 到时候算分比进胜球的时候还少输四个 更有人直接复失 海内存知己 天涯喝其喜 这些段子可以说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很强啊 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一句 中国个别人偷偷摸摸去人家那边喷油漆尿尿啥的 然后光束侧泥 就以为是羞辱人家 人家光明正大的踢你7比0 这才叫羞辱 这话说的 我都想点一万个赞啊 大家知道 因为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恩怨纠葛 凡是和日本之间的比赛 其实国人都会特别关注 就像英国人特别在意和德国队的比赛一样 如果国足0比7输给了德国 意大利或者巴西之类的国家 我估计反应不会这么大 但是输给日本 还是史无前例的0比7 这个老脸确实挂不住了 打的是国足的脸 揪的是求命的心 你知道他不行 但是你总是不相信他原来这么不行 但其实大家也别太在意 毕竟亚洲三流的泰国和越南都输过了 输给亚洲的一流世界排名第15位的日本 那也在情理之中 你一个世界排名第106位的学渣 给谁送温暖 不是送呢 其实啊 足球只不过是 现代国家之间比拼的一种体育竞技 在中日交锋史上 撇开体育的层面 真正打脸惨败 这0比7啊 那可排不上号啊 今天啊 我就说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日本给中国造就的奇耻大辱 发生在500年前 明朝家境年间的 浪人入侵事件 53名浪人 横扫中国三个省 击败几十万正规军的 离奇事件 在说这个历史上的奇葩故事之前 我作为一个骨灰级的球迷 先给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很多中国人都很迷惑 或者说曾经很迷惑的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举国的体育体制 在奥运会上真金赌赢 风光无限 可是为啥几十年如一日 在浪费了无数的金钱之后 还是搞不好一个足球呢 这里呢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的是 举国体制 他不仅搞不好足球 他其实什么都搞不好 他之所以在乒乓球 跳水 举重这些冷门的运动项目上 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那是因为这些项目太小众 市场化商业化的程度不高 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参与者鸟鸟无几啊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陪你玩 你举国体制 砸钱砸人 很容易就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 反观全世界商业化 市场化比较高的运动 比如足球 篮球 网球 游泳 田径 等等大项运动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有激烈的市场竞争 有公开透明的联赛机制 还有越来越严格的兴奋剂检查 举国体制在这些领域 它就很难成功 因为举国体制的本质 它实际上就是体育的计划经济 举国体制本身是政治在体育上的延续 表面上是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 其实就是为了给民众打鸡血 灌鸡汤 为伐善可成的体制提供一个民族主义 励志金粉 说白了 一个朝鲜运动员他拿金牌 是为了朝鲜人民的荣誉吗 不是 不过是为了金家王朝的碾面罢了 拿不拿金牌 朝鲜人民都喝不上肉汤 正因为如此 举国体制的体育无一例外 都是靠口号和规划打鸡血 以最终的成绩为导向和目的 它根本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数字 所以也不讲什么体育规律 体育精神 蛮干乱干在所不惜 只求一个驴粪蛋上抹金粉的这样结果 某些时候 他可以在短期内用大量的国家资源投放 获得一时的成功和风光 但时间一旦放长 在体育规律上就会摆下阵来 说白了 很多像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 靠砸钱靠吃药都不行 中国足球的失败 其实就是这种计划体育的失败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是东德 依靠不择手段为运动员打针吃药 以前这个仅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 它体育成绩非常会滑 在奥运会上拿到的金牌数 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 但是在国际兴奋剂检测出现之后 迅速就一蹶不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冰岛 这个国家可能很陌生 你只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全国总人口只有33万人的国家 3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北京回龙冠的一个小区的人口 都比这个多 但是这个国家 人家在20年内建了179个标准的足球场 128个小型足球场 全部对公众开放 它的足球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5% 冰岛的每个小孩 如果你愿意的话 都可以接受10到15年的足球训练 他们有5个级别的全国联赛 74个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俱乐部 有这样扎实的群众基础 冰岛足球在20年间就强势崛起 连续的杀入了欧洲杯和世界杯 还击败过荷兰和英国这样的足球强国 冰岛足球的世界排名在90年代 一直都是世界的末流 现在已经反过来了 冰岛是世界的第68位 中国是世界的第106位 之前中国人有一个关于足球的四季之问 就是十几亿中国人 居然还挑不出十个会踢球的人吗 答案是你猜对了 违背运动规律 在举国体制的思维下 在官僚体制的指挥下 给你100亿人 那也是废材 确实培养不出哪怕 十个像样的足球运动员 中国的足球和日本的足球 其实曾经是同一个起跑线 中日两国都是在1992年 开启了足球职业化的道路 30多年过去了 日本足球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世界各大的职业联赛 都有日本球员的影哲 而中国足球呢 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不要说球员在海外的联赛力足啊 就是自家的联赛啊 也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没人看了 在中国足球这个官僚体制的折腾下 足球的发展 它注定跟中共的体制是一样的 那除了反腐反腐再反腐 笑话笑话再笑话 连给苦逼的中国球迷提供情绪价值的功能 也没了 美国有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叫米塞斯 他有一句名言 如果在萨哈拉沙漠实行计划经济 那么连沙子都会短缺 这句话放在体育上也是适用的 如果让中国这套举国的足球管理体制 去管理巴西德国或者英国这样的足球强国 那么他们一样会输给日本越南和泰国 因为举国体制这种计划体育 它存在本身是为政治服务的 它天生就是反体育的 说回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恩怨 其实日本人历史上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很多 这次国主的林比奇真的排不上号 我读过的历史中 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耻辱 排名第一的就是加进日本让人入侵事件 53个倭寇很少大明王朝 至今史书都不敢多说 因为太丢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如果单论武德的话 明朝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里面 那是不差的 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南法北 大获全胜 赶跑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而立国 武功他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是勒也算是排在前列的了 而且横向对比的话 明朝在当时的世界上 无论从实力还是体量上看 都算得上一个大帝国 但是谁能想得到 这么一个人口过亿 常被军超过百万的大帝国 竟然被仅仅百余名流口为央的扶伤浪人 先后洗劫了三省二十余县 杀得仁阳马凡 两个多月就损失了四五千的兵力 上百名官员被杀 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大笑兵 明朝家经年间对应的正好是日本的战国时期 日本国内诸侯歌剧 功伐不休 为此也涌现出一大批勇猛善战的武士 有些战败失去了领主供养的武士 就沦为了浪人 也就是后来明朝窝患的一个来源 日本的武士阶层呢 它是出现在幕府时期 实际上就是专门作战的职业军人 有点像西方的骑士 讲究出身和门法 实际上是属于贵族统治阶层 并不是说拿把刀就可以当武士了 标准的日本武士 除了要擅长剑术 马术射箭等等武艺之外 还要学习读书 学习汉文 念书法 做文章 甚至是兵法和陶略 也要略知一二 品行操手和勇气 也是被评鉴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些都统称为武士道 所以真正的日本武士 它的地位和战斗力 并不是普通的士兵所能比你的 日本武士群体中最出名的 就是来自于萨莫藩的武士 萨莫藩位于九州岛最南端 也就是今天的鹿尔岛 在战国时代 萨莫藩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强藩 民风彪悍 善于攻法 它的武士阶层数字很高 一贯以不怕死而著称 有点类似于我们春秋战国时期 威名赫赫的魏武竹 曾经的中国的蜀国牛球 也就是现在的冲绳 他就是被3000个萨莫藩的武士征服之后 彻底脱离了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之间战争非常频繁 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情况很常见 所以武士在自家的领主被灭了之后 往往就会失去公鸟 成为浪人 因为武士阶层 它属于统治阶层 所以很多武士他即便战败了 也始于从事龙根山谷之类所谓低贱的工作 只能靠打家结社去谋生 沦为牛扣 这也是明朝时期倭寇的来由 我今天要说的神奇故事 就是和萨莫藩的浪人有关 加近34年 也就是公元1555年6月7号 一群来自萨莫藩的浪人 史书记载大概是100个人左右 突然在浙江绍兴上渝县登岸入侵 这股倭寇的成分很大一样 它是没有中国人参与的 全部是由日本浪人组成 这个在明朝倭幻中是非常罕见的 大家知道明朝的倭幻 它其实是受到海境政策的影响而形成的 鼠元章为了闭关锁国 在立国一时就禁止渔业捕捞还有海外贸易 片版不许入海 到明朝永乐那间 虽然有正和七下西洋这种举动 但那不过是永乐皇帝 为了宣扬自己的天威浩荡 说白了 就是劳民伤才花钱出去炫富的 根本不是为了中外交流 或者促进贸易 普通百姓依然是不准出海的 实话说靠山持山靠海持海 你不准民众出海谋生 那沿海那些本来就没有土地的渔民 怎么生存呢 所以海境政策出来之后 明朝不仅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安身 反而带来了绵延不绝的窝患 大批没有土地的沿海地区的底层民众 他为了生计 就只能铤而走险去当海盗 这些海盗王和当时为数众多的 在日本国内无法立足的浪人在一起 骑扰内地 这也就是真正的倭寇的成因 其实所谓的倭寇 通常十有七八是中国人组成的 日本浪人反而是少数 之所以会出现沃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就完全是朱元璋操弹的海境政策逼出来的 制作那也不可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朝在实行海境政策200年后 也就是龙庆元年 1567年 龙庆皇帝迫于财政的压力 宣布解除海境 调整海外贸易政策 容许民间的海外贸易 史称龙庆开关 这个政策实施之后 困扰了明朝200多年的倭寇之患 立马烟消云散 到明朝灭亡的时候 海外贸易为明朝带来了总量超过 3亿3千万两百银的顺差 可以说没有龙庆开关 明朝就根本挺不到 从政的那个时候 扯远了 我们继续说 萨莫藩的浪人入侵事件 明朝的倭寇入侵 一般都是为了劫财 喜虐一番后快进快出 但是这股来自萨莫藩的日本浪人 他从登陆开始 就显出了极为不寻常的一面 他们不劫财 不掳虐 不侵扰平民 甚至也不贪图女色 特别不一样的是 他们并不东左西长 玩游击战术 而是大摇大摆的和明军战场对决 每次出场都是薄命的架势 根据明世中实录的记载 在百余明倭寇登陆之后 在如今的浙江安徽江苏三个省 进行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大奔袭 他们先是攻击了会计县程 和文迅尔的明军正面硬钢 正展明朝御史前金 然后又绕过杭州向西 攻击西兴县 昌华县 重安县 又转向南直立 就是今天的安徽 大战徽州 及西京德 连番和明军的死磕中 明军的大部分部队 虽然一般都是人数几十倍于窝扣 武器也比较先进 因为明朝当时已经有火气了 但是几乎每次交战 明朝的正规军都是一触即溃 稍微好一点也撑不了几回合就会败走 要知道这些倭寇由于是轻装奔袭 他们除了武士刀作为武器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辅助 大部分倭寇连铠甲都没有 经历过家境窝幻的明朝著名画家 他有一幅著名的写实作品 倭寇图卷 现在藏在日本的东京大学 是学术界公认的描绘倭寇的最权威的图画 这幅画面里面 倭寇的形象是这样的 头发剔成半月形 身上穿着单衣 下身赤裸或者是紧穿兜当布 光脚 手持长枪 攻死和日本刀 只有倭寇的头目才有盔甲穿 而跟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的是 球鹰的画卷上的明朝正规军 全部都是盔甲宣明 阵容严整 但是在战斗中的表现 却是有盔甲的明军 根本干不过光屁股的浪人 萨莫藩出产的武士 到底有多强 有一个战斗细节 被明世中实录记录了下来 倭寇在今天的安徽省南宁县和明军交战的时候 明军的指挥 谋印他弯弓搭剑射一个倭寇 那个倭寇居然根本不躲 而是侧身徒手就把这个剑给抓住了 史书中是这么记载的 引弓射之 贼携手接其使 租金相顾恶疑 税俱溃 这一幕当时把在场的明军都给吓懵了 直接崩溃了 徒手接飞剑 这种爵士武功可不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 这是写在皇帝实录里面的话 实实在在战场上发生过的事情 这伙浪人和明军的战斗力差距有多大呢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 这伙浪人在江陵镇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陵区 他和明军大干了一场 明军的将领朱湘蒋生率众迎敌 布林玉湘战士生被创罪马 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明朝的官军死了三百多 但是倭寇一个没死 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但这可不是日本人吹牛逼记载下来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记载的战史 是丑海图编这本书记载的 这本书是当时参加抗窝的浙江总督 胡宗县亲自主持修订的 它是根据战报修订的 可信度非常高 这里我要抱战一下日本的武士道 虽然我们中国人有干将摩烟这些传说 也有越往勾建建这种国宝 但是在世界上 中国的刀剑并不出众 历史上像日本刀这种 响异世界的刀剑品牌 中国没有 最接近的人是唐朝时期的末刀 但是唐朝把质量上乘的末刀 作为一种军事经历 不准外传也不准随障 所以唐朝的末刀到底是啥样 也没流传下来 中国的刀剑从唐朝之后 实际上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而日本刀也就是历史上的窝刀 它的铸造技术 有点像著名的斯传了的大马士鸽刀 在中古时期 他已经领先世界了 日本刀在宋朝的时候 在中国就其实非常有名了 大文豪欧阳修 他写过一本日本刀割 昆仪道远不服通 四船切欲谁能穷 宝刀进出日本国 月谷得知昌海东 到明朝的时候 中国大量引进日本刀作为军事装备 明军在外面作战的时候 精锐的部队装备的都是日本窝刀 相当于今天的特种兵器 在朱元璋的时候 锦衣位在大将军南狱的官邸里面 收出了近万把日本武士刀 朱元璋马上以此为借口 以谋反罪逮捕南狱 触绝了上万人 大科学家宋应兴 他有本名著《天公开悟》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里面就盛战日本刀 窝刀出鞘 暗示生辉 在冷兵器时代 兵器不如人家 武功也不如人家 你说这还打个毛呢 在这股窝寇准备攻击南京前 已经和明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 几乎都是杀的明军 人养马饭丢亏气甲 明军没有赢过一次 而且窝寇在这种高强度作战的情况下 经历了几十场战斗 只损失了大概一半人 他们抵达南京城下的时候 明确的记载 还有53个人 也有说72个人 这里我们就采用 湖中县丑海图边里面的说法 因为这个是比较权威的 而就这53个人 窝寇也不准备撤退 而是要正面进攻南京 南京城作为明朝的牛都 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北京 不仅城池坚固 而且有一套完善的朝廷班子 还有数万的守军 但是面对着区区53个倭寇 南京的守军居然被下得闭门不出 不敢应战 这些窝寇也看穿了明君的懦弱 极度嚣张 他为首的那个窝寇首领 身穿红衣 骑着高头大马 撑着一个黄罗伞 在南京城下公开挑战 羞辱明君 被打怕了的明君为了自撞身世 居然抓了一些平民登上城楼去冲人头 吓唬窝寇 当时明朝著名的文人龟友光 正好在南京 我们教科书里面的散文典范 像极宣志 他就是龟友光写的 他完整的经历了这个事 在自己的郑川先生集中 痛骂明君浮行不堪 是这么说的 图令市井平民 果粮登皮 则平息养军 果未何业 打仗里就把平民拉上城了 那我们养里这帮军队干什么呢 另外一个也在南京的汉林 戏剧家何俊良 他也感到非常丢人 他在他的书 《事有灾重说》里面这么记载的 报克寇门 即张皇如此 宁不大为朝廷之辱业 太丢人了 我们看惯了历史 两军对阵都是旗帜飞扬 人头喘动 尤其是功臣拔债这种大戏 哪有几十个人就敢演的 53个日本人攻打南京 这个如果不是多方记载都印证的事实 那就是拍抗日神剧的横店 他都不敢这么嗨啊 这股倭寇在攻入南京旁边的 立水县的时候 在一个农家全部喝醉了 明丁大醉不省人事 就这样收到情报的明军居然也不敢去偷袭 被吓傻了 可见这伙倭寇给明军造成的精神伤害有多大 最后被打脸打肿了的大明王朝 也意识到了这场入侵的严重性 他不仅是打脸 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天朝外强中干的本质 苏松寻抚朝帮府 他就对部下这么说 此则侍女数千尽敌 我地形兵力唯彼所愧 他日大举入寇 何以滋滋 翻译一下就是 咱们举国的兵力连几十个倭寇都干不过 这些秘密要被他们带回日本 以后大举入侵 那我们还玩个忙 当然最后明朝还是调集数省兵力 穷追不舍 最终在苏州的胡宿关把这部倭寇给包围了 当时一天之内跑了180厘米的倭寇 这个时候机长漏漏 精疲力尽 战斗力严重下滑 在苏州的吴宁庙 被一代劳的明军杀了27个人 剩下的26个人又被降导 引入了歧途 没有地形可以依托 最终被明军团团包围在一个龙舍里面 明军就采用了火攻 这帮倭寇最终忍不住 大部分战士 剩下的人跑到田间地头去躲藏 结果也没有逃脱明军的追杀 最终没有留下一个火口 在80多天的战斗里面 这股倭寇 惊醒数千里 杀戮及战伤 无虑四五千人 凡杀以御史 一县城 二指挥 二把走 入二县 虽然这些浪人最后是被权贱了 但是和今天不太一样 对于这些勇敢的敌人 当时的中国人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在清朝人古英太席的 明史记事本末里面 他就记录了明朝人对这些浪人的评价 勇而憨 不胜别生死 每战则赤体 提三十刀五而前 无能汉者 每次打仗都不惧生死 光着身体 提刀而武 这是何等的勇气 时至今日 这股萨摩帆的武士 为什么要入侵中国 这还是史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谜团 不畏财 不畏色 也不骚扰平民 专门挑战官军和斩杀官员 他们的所作所为 根本就不像是普通的那些 畏财畏力的倭寇 而更像是专门针对大明王朝 做自杀式攻击的恐怖分子 当时这两种族 湖中县他有一个幕僚 叫郑若成 他对这个事感慨万千 其所经历八郡 转战三千里 凡人才物力地形 弥补鸟然于胸中 不杀人 不劫财 不肩妇女 周留深入 其字巨可测耶 他也就是说 这伙Voco不抢钱财 不抢女人 真的是志向远大 生不可测呀 无论如何 区区53个日本浪人 攻击南京 吓得守军尿裤子的事实 都是此后的中国使官 不愿多提的 其次大途 当然 在经历这个耻辱之后 明朝也不是一无是处 深受震惊的大明王朝 从这个事儿里面 也看到了实行 200多年的军事制度的腐朽 决心改革军事制度 这才有了后来七级光 编练七家军的故事 到家境后期 以职业军人为主的迎兵制 已经取代了落后的畏锁制 成为明朝作战部队的组织形式 而且他的将领 也不是世袭的那些庸才 大量从普通士兵和平民中 直接提拔 像明朝后期的那些名将 毛文龙 陈寗 邓子龙 以及马贵 这些人都是底层的航武出身 同时明朝在军事的装备上 也大幅度革新 引进了西方的火药 大炮 明军的战斗力 也直线提升 到万利朝鲜战争的时候 也就是著名的封城秀吉 入侵朝鲜的时候 仅仅是数万名援朝的明军 就可以和十几万日本的正规军 正面硬刚 完全不落下风 甚至还经常以少甚多 这和当年打不过几十个 倭寇的那支军队 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至于后来明军干不过满清 那又是几十年后的事 可以说明朝虽然后期已经很腐朽了 但是面对耻辱 他还有改正的决心和行动 但如今的中国 咱们还是说回国主 这都被羞辱了几十年 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 会比明朝的军事改革更难 其实我说开一点 不光是足球 中国和日本的差距 很多地方 它都不止七个球 科技经济政治文化 在明治维性之后的一百多年中 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很多方面是一直都很大 而且还在扩大 别的咱们就不说了 就说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和文化水平的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 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 前后来已经有29个人获奖了 其中物理学奖12个人 化学奖8个人 医学奖5个人 文学奖3个人 和平奖1个人 进入21世纪后 日本人获奖的次数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 我们中国呢 总共就两个人 图幼幼医学奖 莫言文学奖 其实还有半个 达赖和平奖 但是中共一直不承认达赖这个奖 所以也就没法挂在中国的名下了 至于李正道 杨振宁 崔奇 高行舰 钱永健 这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华裔 人家获奖的时候 已经不是中国的国籍了 而且他主要的成就 也是在国外取得的 所以不能算中国的 这么一比较 至少在诺贝尔奖这个领域里面 日本对中国是29比2 绝对的完胜 这个比国足的7比0 是不是更耻辱呢 人家的成就 还是在二战战败后的废墟上取得的 你作为一个一战二战的战胜国 人口是日本的10倍有余 为啥被人家打了一个 二十九比二 是中国人不如日本人聪明吗 是中国人不如日本人勤奋吗 还是别的不愿承认的制度原因呢 今天的最后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段 我非常感慨的视频 这是国足惨败给日本的同一天 日本的自民党党魁候选人 也是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 他老爸就是前首相小泉淳一郎 他作为正二代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结果在新闻发布会上 遭到一名记者的公开羞辱 说他认知水平低 在国际上低误人现眼 大家看看小泉是怎么回应呢 小泉さんがですね この先首相になって G7に出席されたら 知的レベルの低さで 恥をかくのではないかと 皆さん心配しております それこそ日本の国力の低下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ょうか それでもあなたはあえて総理を目指されますか 私に足りないところが多くあるのは それは事実だ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完璧ではないことも事実です しかしその足りないところを補ってくれるチーム 最高のチームを作ります その上で15年間野党の経験 与党の経験積み重ねてまいりました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しっかりと 国際社会の舞台でも発揮をしていって 国民の皆さんに大丈夫だなと 安心感を持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 最大限努力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 一个官二代 当红的首相候選人 居然被一个普通的记者当众羞辱 说他给日本人丢人 而小泉不仅不敢生气 还要全程陪笑脸 说记者说的对 自己会努力争取好好表现 你能想象这段話 发生在中国吗 你能想象有人对习近平 或者他的继任者说这种话吗 你别说中共的高层了 你就是对一个县长说这句话 那也是妥妥的寻衅之士啊 精神病院 那就要欢迎你了 中国人就是有十个脑袋 也没法对所谓的人民公仆 发这种标啊 我觉得这段对白 可能才是中国和日本 以及中国和其他的文明国家的 根本区别所在 什么时候我们能对台上的那个 200斤的梁家河小学生 这样理直气壮的质疑和唾骂 那可能才是中国真正可以超越日本 洗刷耻辱的时候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页故事 咱们下期见 今のご質問をしていただいた方は お名前は何でしたっけ フリーランスの田中隆一さん 田中さん 田中さんに このような ご指摘を受けたことを 肝に銘じて これから あいつ マシになったなと 思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 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ちなみに 今田中さんのおかげで 思い出したことはですね 同じような ご質問を ご意見を 私は環境大臣の 最初の 記者会見で ご指摘いただきました 2年間 環境大臣を務めさせていただいた後に その ベテランの記者さんとは 退任の時に 花束を いただく関係になりました 田中さんとはそうなれれば嬉しいです わかりました 勉強してくださいよ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